字幕提供 哈囉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回到我的遊戲頻道 那這一集相當的有意思喔 南美最強文明 你選擇阿茲,還是瑪雅呢 這一集非常有意思 好我們快速看一下雙方玩家 首先是藍方這裡叫做Predactor 來自於阿根廷的選手 那他所使用是瑪雅 那紅方這裡叫Hell's Hell's這裡是阿斯特克 那為什麼我會講這一集呢 因為這兩個文明都是 我心目中的強勢文明 那 我是想問大家 你認為阿茲比較強還是瑪雅比較強 那我自己先分享一下我的觀點 我覺得前期瑪雅比較強 如果是講單調的話前期瑪雅強一些 後期的話阿茲比較強 那如果是團戰的話我覺得 瑪雅成型的比較快 所以 是看什麼樣的地圖吧 如果你是打阿拉伯2v2 我覺得瑪雅是比較好一點 阿茲成型的比較晚一點 特別是阿茲這個種族 雖然兩邊的經濟都是非常強大 但是阿茲要成保 差不多 成出可以打一波 但是如果對方加微好的話 其實老鷹就是一坨老鷹 然後 如果數量不多的話還是會被工兵打架 好 所以阿茲這個文明我個人覺得 地出的那一波精銳英勇是 到後期如果你有搬到聖物搬到遺跡的話 那個黃金加成是讓你打 大後期比較佔優的 那瑪雅這裡 也非常吃黃金 加上他戰卯沒有像 阿茲有加一攻擊加一射程 所以 打到後期瑪雅是比較不利的 所以我覺得如果瑪雅要贏的話 贏阿茲的話在於城堡的 反正是帝王時代前吧 當然 瑪雅也有 敬銳勞英喔 我這個如果以後一年後 這個影片 等我有人氣了 應該是會引戰 應該是會引戰 感覺會被罵 因為我好像可能會被人家講說我在亂講 到底加四攻擊的勞鷹比較強 阿茲的加四勞鷹比較強 還是這個黃金國 瑪雅的 英勇士生命值加四十 哪一個比較強 好 我個人先分享我的觀點 我認為阿茲的勞鷹是最強 你雖然有加四十點生命 可是你少那四點攻擊 是差非常的多 而且那個阿茲的 攻擊不是只有加那個勞鷹喔 不是只有加勞鷹 他是全部步兵攻擊加四 劍勇加四 勞鷹加四 長槍加四 這個不是只有補到老鷹 但是瑪雅這裡是 只有 老鷹才加四十滴 生命值 如果是兩個老鷹正面對撞的話 也是阿茲 因為阿茲 每攻擊一下多他四點攻擊力 那 瑪雅是血友一敗嘛 但是這樣長期換下來的話 阿茲還是佔優 有沒有數學好一點的 或是喜歡做這個 這種怎麼講 數據分析的玩家 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或是等一年後幫我分析 也是可以 也是可以 因為我對這個分析 我昨天的駱駝那一集有講嘛 台灣有一個YouTuber在做這個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可以看一下他的分析 我覺得他在頻道做的 還不錯 好 講完了嗎 嗯 反正我覺得阿茲強一點 單挑阿茲強一點 團戰瑪雅可能出場率比較高 因為 撐心比較好 結論就是這樣 好不好 那我們看一下這一場會怎麼打 呃 那這裡 瑪雅一樣喔 二民兵 然後這裡 阿茲趕快也轉了民兵出來 雙方這邊就是五五波 雙方五五波 那封劍時代就 為什麼我講 瑪雅封劍時代比較強 因為瑪雅封劍時代就是打小弓嘛 那小弓就開始就便宜了 瑪雅這邊小弓就沒了 封劍時代便宜了 那阿茲這裡的優勢從什麼時候開始 喔沒有 我修道院 城堡時代開始 軍事單位生產速度提升11 11% 重點是你軍 軍事你的軍營前期 你會打鷹刺猴嗎 除非你打 強軍事前面就插了塔 然後毛兵 老鷹什麼都出 打大混戰 可是跟瑪雅打封劍我覺得是吃虧的 因為 瑪雅很輕鬆的就可以把兵蓄起來 在封劍時代 甚至開農的狀況下 他蓋了三個弓箭場 一直爆兵出來 你的阿茲正常來說應該是打病的 我認為打病的 老鷹還是要 金瑞英勇英勇是最猛的啦 那 城堡時代打一波也可以也可以 但重點這場的對手是賣 很容易 我40隻 就是弩兵就在你面前 射你了 我們看一下家裡怎麼打 這邊 前面是沒有什麼好看的 哇 這邊有七個在柴果石是怎麼樣 等一下 瑪雅這邊 怎麼了 瑪雅這邊配置 他剛剛出民兵 然後 鹿勒 鹿眉沙 鹿眉甲 喔這樣這樣我了解了 鹿眉甲 我想說 正常果實 4個人就已經 很多了 4、5個人很多了 踩到7個去了 踩到7個去了 這樣工作效益不是很好 4個是正常的 好 沒關係 那不影響我們的比賽 好那這邊一樣 要破門的路 但這裡就馬上開圍了 馬上開圍 那 阿茲風劍要打什麼呢 一樣還是要出兵 一樣還是要出兵 在你還沒為死之前 都要出兵 而且 瑪雅嘛 小宮 等一下續起來 木牆是照樣把你射爆 好 這邊一樣 一個伐木場而已 兩個伐木場 那這裡 好我看出來了 剛才沒有看清楚 瑪雅是想打直城 瑪雅想打直城 如果讓他順利打到直城 那這場阿茲直接會被秒殺 想辦法破進去 逼他出兵 不行不行不行 這個 欸這場 我前面介紹的這麼隆重 欸不要不要秒殺阿 對可能要升小宮出來給壓力了 你出戰毛 出毛病 現在小宮 小宮還沒出來就先不出毛病了 先想辦法破處 破 不 不是講錯 不是破處 破到他第一條防線 進去 才有機會讓他出兵 不然他打直城完蛋了 沒有沒有沒有 沒直城沒直城 因為這裡 活在燒了 活在燒了 好 那這裡就是 成功有做到事情 這個裝甲沒有成功做到事情 那兵馬雅出兵 不要打直城 打直城會怕會怕 好這邊小宮開始亂到木材了 非常棒 阿茲前面一定要做事喔 不然馬雅 更認為前期比較強一點喔 因為 你剛有講嘛 你陰刺吼不太可能風劍一直出 不非你打超級無敵強軍師 加一個劍塔 在這邊 除非啦 除非啦 不然不太推薦 那你小宮對馬雅小宮 你前面是經濟一定是輸他嘛 馬雅這裡的小宮就便宜嘛 那這邊有亂到喔 這邊有亂到 這邊有打進去 喔 這 這個伐木場 有點醜啊 啊 他這樣圍 啊 好好好 這圖有點開闊喔 我不怪他 那一樣意思啊 你伐木場在這裡 剛才蓋下去 然後又翻了這些 感覺可以蓋這裡啊 先蓋這裡如果被發現再說嘛 喔這裡有點遠喔 好好好那我 不多說評論啦 反正我覺得這伐木場有點醜 好那這邊五隻小宮 後面還有繼續升兵嗎 喔有喔 毛兵 小宮 雙軍營 喔還是要繼續給壓力喔 紅方的英國選手 繼續給壓力 好那這裡 剛剛砍不到那一下 好可惜喔 喔 繼續看下去 喔這邊 加減吃路喔 加減吃路 沒有蓋墨房沒有關係 反正 呃 我在好 好很多集的影片裡面都有講到 你如果吃路的話 就是四個村民吃路是最最有效益 一次就可以搬完了喔 不用這樣子兩個人然後這樣子 跑一趟又回來 然後這個 喔動物的食物是會腐蝕的齁 所以那效益比較低 如果能的話就四個人去 殺一隻路 然後一次把他搬回來 好不好 啊新手玩家 我不是在幫自己 一直在打廣告啦 新手玩家你可以去看一下我很多系列的影片 尤其是天地對戰 還有我的五分鐘入門 教學 喔這兩個影片可以讓你 學到很多觀念 OK學到很多觀念 好那這裡一樣這個木材真的很醜 一直亂 這個真的很不安寧 喔瑪雅沒有木材打不下去喔 看要不要再搬家啦 還是直接插個箭打也可以隨便了 受不了受不了了走了 對嘛你就臭面嘛 啊我覺得這個瑪雅這邊 小虧小虧 但已經先點了城堡 那阿茲經濟就很OP嘛 他出那麼多冰 生命40隻 農田才12片 可是就點城堡 但也是因為他家完全沒有被亂 伐木場兩個 伐木伐的很舒服 伐木場的效益 跟大家講一下 這是給新手玩家 聽的 這 我看很多玩家 黑暗時代阿 他 你點封劍的時候 我看很多人都是 只有一個伐木場在伐木 其實正確的 是你要兩個伐木場 你要兩個伐木場 如果你有 10個村民在伐木的話 建議就是一個伐木場 一個村民就好 那個效益是最好的 不信你之後 去試試看 去試試看 這邊我就不用在 一直在講數學什麼 老鷹加10滴血 加4攻擊什麼的 那個以後等我 頻道慢慢多人看了 應該會有狂人幫我去做分析 或是去看 我推薦的YouTuber 好不好 好那這邊 一個隔著木槍 一隻 隔空對射 隔空嘴炮 那瑪雅沒有城堡 是不會出來跟你打的啦 好不好 他不會出來跟你打 他就是一直在續兵 等一下城堡 就打你一波 好那這邊 瑪雅 很適向 沒有要跟他打 城堡老鷹 因為城堡老鷹 瑪雅有什麼加成嗎 是沒有的 不用看了不用看 反正沒有就對了 好 瑪雅有加的就是那40滴血 可是要研發 要研發 而且是要帝王時代才能研發 所以城堡 其實瑪雅打老鷹很少很少 除非你硬家啦 好不好 我完全沒有講到硬家 硬家還可以 硬家也說 我也是南美文明啊 你把我綁在哪裡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那個硬家已經死了 硬家已經死了 新版本的硬家 連那個封建塔攻都沒辦法玩 我已經不一樣再講他了 看他什麼時候要改回來啦 南美最強文明沒有他 有可能講這樣會影戰 但是就是這樣 我講結論 南美最強文明沒有他 我們不列入考慮 好那這邊老鷹出來 有三隻 這裡就看 這邊就55波了 好不好 層出55波 要看操作 要看操作 好那這邊強軍師要蓋一個工程器 怎麼說呢 因為城堡時期 老鷹雖然數量很容易農起來 但他的防 現在等下 減上來是3加2 遠方3加2 其實還蠻可觀的 但老鷹的缺點是 他血比較低一點 當然 目前 瑪雅這個數量 是沒辦法打 這些老鷹的 要再續 要再續 續多一點 對 把那個弓箭 蓋出來 差不多230隻的 時候加那個 彈道學 那老鷹就很難打 一隻一隻的 躺下來 一隻一隻的 目前 層出 這個時間 是阿茲強點 我個人認為啦 這沒有一定 你們可以在 下方留言 打連我 現在我覺得 阿茲強點 特別是如果 你看這個瑪雅 現在才蓋圍牆 如果真的有一個洞 鑽進去 殺到村民 那很慘 因為南美文明 通常都不會 一次蓋3TC 因為經濟都有加成 經濟都有加成 好那這裡 4弓箭長 趕快做個防禦 然後這邊 剩了一隻 鷹刺猴 是不小心按到嗎 這個機體就完全 差人家一大點 7 1 沒有防 沒穿內衣 這裡加2 而且是英勇士 一個是英姿 好好好 這裡不用看 好那這裡瑪雅很清楚的 可以看到 他完全沒有要走出去 一直在續 一直在續 然後大學有沒有蓋 蓋了蓋了蓋了 好 單道學撿出來才會出來 好那這邊 這邊 就是比控兵哦 一隻都沒死 一隻都沒砸到 控得很精彩 好那這邊他將幾TC 2TC 3TC 不是只有在打前劍喔 3PC 瑪雅這裡咧 瑪雅這裡 先強軍士啊 沒辦法沒辦法 現在才開2T 因為你遇到投石車 的阿姿好這裡先看一下作戰 那這邊 量 30了 30隻去起來就可以這樣子射了 好 這樣一隻一隻的死 但是這裡 好抖好抖 瑪雅這裡的操作量很多 瑪雅這裡的操作量很多 所以新手玩家 你看看吧 阿姿我覺得操作比較少一點 但如果你要玩生女的話 操作就做 好那這邊我覺得 老鷹真的一隻一隻在死了喔 中期開始 就是瑪雅 量蓄起來 老鷹是打病的 老鷹是打病的 就跟阿姿打 兇奴 兇人是一樣的 你馬攻蓄起來 也是一隻一隻 老鷹就死了 老鷹就死了 好那這裡怎麼辦咧 阿姿要轉戰矛嗎 不太可能 我在好幾集裡面也是有講過 神保時代為什麼不會轉戰矛 因為會拖到經濟齁 你等一下轉戰矛我就上不了帝王了 現在轉戰矛就上不了帝王 所以這個 老鷹先夾著用夾著用 四軍營對上四弓箭場 這個是 矛與盾的對決 這個真的是矛與盾的 最強 南美之爭 矛與盾的對決 好那這裡中期開始 瑪雅開始威起來 蓄起來 但是 容錯率很低 瑪雅的容錯很低 喔 在他看不到的地方 如果有城堡什麼 射擊下 然後在一個投石車 完全會 被阿茲反打 那這邊直接逛進來 村民都收掉了 但是 比較危險的是 如果老鷹把這些包住 還是有一些風險存在的 但是這個量應該是不夠 量是不夠的 然後竟然殺了好多村民 哇分差差了500了 這一波老鷹可以吃掉嗎 有沒有機會 靠走位靠走位 後面如果還有一波來 這邊很危險 這邊很危險 拉打拉打拉打 對對對 這樣才是有辦法打的 一隻一隻的試 一隻一隻的吃 一隻一隻的吃 老鷹一直送 老鷹一直送 但是老鷹 看到這數量 已經慢慢在減低了 上20隻 沒有20隻了 沒有30隻以上 但其實不要怕大 穿上去 好那這邊 把這邊收掉了 差200 所以 雖然城堡 總結這個城堡時代 城堡你不管是 出羽毛好了 還是出 母兵 不可能出羽毛 你打他吃不可能出 很難很難 出到羽毛就代表你有成功直層 然後直接蓋了城堡 好我們就以弩兵來講 你弩兵 30隻以上 城堡中期後期有30隻以上 你可以吃阿茲的老鷹 可是那個操作量有點多啊 所以 總結就是 封建瑪雅勝 城堡阿茲勝 好不好 好 好 那看一下帝王誰勝 呃 但是瑪雅這一場 好像不能比 因為他TC開得比較晚 阿茲這裡直接3TC了 阿茲這裡村民我看一下幾隻 86對72 如果剛才沒有進去殺那幾 殺到那些村民 其實村民差更多 好 那這裡 現在瑪雅才開了第三個TC 然後挖石頭 呃 這邊看一下 挖石頭的話 是要打羽毛嗎 沒有打 英勇是嗎 要打英勇 打英勇 在阿茲的面前也是 推頭上氣 打其他文明很OP 打阿茲 垂頭上氣 好 那這裡 看一下 阿茲應該是4TC的1234 4TC很安全 其實家裡 等一下再插一個城堡 不要潛之堡 插一個城堡 顧著家 用老鷹衝過去殺他 這場應該阿茲會好打一些 然後看有沒有空的時候 把力量一減一減 喔耶 這裡 家裡 這裡有很多旗幟喔 裡面有老鷹 不知道是幾隻 但是很冒險 有沒有看到 阿阿阿阿 瑪雅其實 兵訓起來是打得贏 老鷹 可是要去做一個進攻很難啊 很難打到阿茲的家 阿茲這個軍銀很可怕 衝出來很可怕 萬一這個這樣過來 然後這個全部生出來 突然在高地這樣 躲下來 不掉 很難打 好 由於瑪雅是打正地戰的文明 嗯 他一個錢之寶啦 這邊要決戰嗎 還是要等到帝王 金銳英勇再來打 這邊高地喔 喔 沒有打正確的 如果是新手玩家 我估計早就衝上去打 然後送掉這一波老鷹 就直接拒絕 然後還在怪我說 啊不是 那個Youtuber說 馬的阿茲老鷹不是很猛 不是很猛 欸 你看一下這裡有48隻弩兵 喔 你這一坨先不要 先不要 真的先不要 好 那這裡 點的科技是什麼 直接金銳 好 金銳英勇 沒有城堡可以加4攻擊 沒有城堡可以加4攻擊 沒關係 先把房點起來 先把房點起來 喔 房點起來 好好 OK 喔 帝王初期 我講的那一波有沒有實現夢想 看一下家裡有沒有漏洞 喔 有漏洞 喔 先插在邊 讓弩兵追著他 喔 比機動性的話 瑪雅是打不贏的 瑪雅是打不贏的 好 那這邊 瑪雅進來直接攻兵射村民喔 也不管了啦 喔 這樣是不行的喔 這樣是不行的 喔 帝王這一波 打老鷹 是比較佔優 那這邊衝出來了 4加2 還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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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還沒還沒 4加4 4加4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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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好 4加4 4加4 喔 還沒轉強弩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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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才在on the way 喔 這邊一隻一隻的再打 一隻一隻的再打 這個這個射不到嗎 現在先射老鷹吧 好 這邊很虧 這邊很虧 阿茲這裡的精論英雄衝進去了 喔 這邊還沒轉強弩 哇 這一波 瑪雅虧掉了 阿茲 每一位玩家遇到阿茲的 噢 噢 做夢會夢到這一群 很噁心 這個怎麼打 又一個抖洞 又一個抖洞 完全沒有輸出 一隻尖都沒有射出去 還在走 還在走 還在走位 還在走 走到你已經沒有村民了 沒有士兵了 前面咧 沒有士兵了 啊 麻雅掛了 啊 就是這麼的 這個 簡單又暴力啦 阿茲的老鷹 簡單又暴力了 好不好 沒有什麼操作量 哈哈 噢 無腦阿茲 啊 無腦阿茲 啊 I'm back 無腦阿茲 等一下 加4攻擊力先點上來 加4攻擊力先點上來 加4攻擊力點上來之後怎麼玩呢 欸 我不知道 麻雅一拖 應該 大家有看到齁 前線老 呃 前線老鷹 噢 吃這個 弩兵長大了 後面衝進去 捧這些村民 也捧他們長大了 那麻雅沒有劍勇 噢 麻雅可以打什麼 麻雅怎麼打 麻雅沒有劍勇 噢 出盡瑞老應該要對幹嗎 打到這裡 麻雅很涼 麻雅很涼 好 那這樣一樣齁 阿茲成型了 阿茲成型了 還沒有減攻擊 但是這樣子看已經成型了 然後得理不饒人 這邊 再轉毛兵 等一下看要不要 把多餘的資源拿來 射成加一 噢 這裡麻雅就打不贏 阿茲了 然後再減遺跡 生物加上3% 怎麼打 單挑阿茲對麻雅 誰才是最強南美文明 很清楚可以看到 然後你可以說他們這個藍方打得很爛 也許也許 可是他們都是實力相當的選手 前面其實麻雅有沒有說到事情 也有 可是這邊已經量掉了 這邊已經量掉了 113村民 對53 這到底怎麼防 你只能 你只能 預測到精銳英勇要來 然後趕快用10槍 把家裡蓋著 不要說我都一直在催這個老鷹阿 老鷹還有特製的方法 趕快先蓋10槍 緩衝他一波 然後 真的麻雅很難打阿茲啦 就是打到這個地段的話很難打 因為如果你是硬家的話 你有那個 那個叫什麼 丟石頭的那個叫什麼東西 突然忘記 看一下好了 你有這個 噢 投石手 你有反制步兵的投石手 硬家可不可以打阿茲可以 那如果你是其他的步兵文明 或是一般的文明 齁 不列顛也是有劍勇可以打阿茲 那偏偏 瑪雅就是沒有劍勇 導兵也是弓箭類 那你怎麼打 還是怎麼打 羽毛你也要有精銳 也要有四個幾隻 才有辦法射嘛 那這邊你已經農不起來了 就算你羽毛出來了 這阿茲還有戰毛兵 土家四射程 各位 好啦 結果很明顯阿 這邊做一個小騷擾 羽毛 講路一隻一隻 倒下 就算不用老鷹 用戰毛跟你玩 你也沒有錢 就轉老鷹出來了 可惡可惡 還在亂 哇 在這邊 喔 Predactor沒有放棄耶 這這這怎樣 我看 直接在你家門口蓋均勻阿 怎麼有點南北韓的感覺 怎麼有點南北韓的感覺 欸你越這條線我直接 導彈直接過去了 好 那這裡怎麼打 歡迎下方留言告訴我 南北最強文明 阿茲對瑪雅 你選擇誰 傳戰我剛剛有講 我不是說瑪雅很爛喔 瑪雅傳戰是 我覺得出場是比阿茲好的 因為成型早 但是後期就是阿茲強 好 好疑問好疑問 好 那這邊 雖然羽毛一直在生 可是沒有生到金瑞 真的打不下去 而且這個已經沒有支援了 整個地圖 藍色被 打到在右上角而已 那這邊阿茲還讓了他 沒有撿遺跡 這場比賽就結束了 然後總結一下 阿茲前期 沒有那麼強 黑暗 封建 特別是封建 阿茲比較補弱一點 阿茲比較補弱 城堡就慢慢起來了 城堡就慢慢起來 那如果你城堡不是對到瑪雅的話 對到奇兵文明 或是其他的 不是瑪雅的話 其實阿茲也沒有說特別強死 但是打到帝王的時候 你自己家裡皮要封擊一點 就是會有這個東西衝進來 像蝗蟲一樣衝進來 很飢渴阿 男的女的照幹 男的女的照幹 那你只要死了 差不多二三十四存米 你的經濟等一下就打不起來了 好 那這樣比賽就到這裡告一段落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